我叫周伯晨 然后我来自中国最南端的城市海南山亚 然后我平时喜欢打篮球 然后也参加过一些比赛 再加上也喜欢其他一些球类运动 因为英国是英语的发源地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英国一些环境 包括一些古老建筑物 还有英国的culture就特别好 然后就是你可以体验到当地一些风土人情 然后你也可以去和他们相处 就是特别的一个好的一个体验的环境 当然肯定是有 因为我才17岁 然后我自己还要就是放弃自己高中学 然后来到这边上学 然后对我是有照顾 然后比如说他会询问你 就是关于你自己的各个情况 每天下课都会有问 包括你在上课时候如果听不懂的话 他也会询问你关于学习啊 或者是生活上面一些担忧 因为博文猫是有点像我家乡山亚 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海 就是你也可以品尝到一些seafood 因为这在一些在中国一些城市的话 你不经常看到海 如果你有没有经常吃到西服你可以过来这边尝一尝 然后我猫是还有一些海上的一些冲浪 还有海上一些运动 如果在你的后来的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在英国的话 看到他的海边还有一些餐厅 我觉得还是蛮具有一些风味的吧 然后平常博文猫师的天气也很好 因为博文猫师他是一个international town 他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学生 然后就是学习的环境也特别好 因为他是跟别的其他语言学校不同的是 他是那种小班制的那种学习氛围 就是可能说一个班里面其他学校有十多个 但是我们班也就只有七八个四五个这样子 就是相对其他来说更好一些 有很大的提高 因为平时的话我们经常可以跟就是老师 或者是同学沟通 因为我们之间很少有相同语言的学生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英语去跟各个国家的同学 或者是朋友去交流 或者是各个工作人员也可以 因为我是在这边是学语言的 然后我如果通过了语言考试 我会进入到英国大学 进入大学去学习 然后因为在unclecontinental 我需要就是 就是考过就是完成我自己的学业以后 我需要去大学学习 谢谢大家 我们下班 再见 我们下班 我会变得到一 vessels 如果没关系 我们下班 谢谢大家 在那边 在这边 我们下班 我们下班